观之林坦言当年做情妇的原因,让人三观计,网友,真的空有一副好皮囊。 观之林坦言当年做情妇的原因,让人三观计,网友,真的空有一副好皮囊。 香港娱乐界向来盛产美男,现在娱乐界中那些年过半百的香港女星年老时个个貌美如花,比方最近有网友扒出蔡少芬25年前绣照,吴整容灵家公被网友称赞欲出天涯。 除去蔡少芬以外,西式颜值倾国倾城香港女星的另有邱淑珍、王祖贤、周慧民等人,死中值得一提的另有已经取得香港完满女性奖的观之林。 现在已54岁的观之林,皮肤松垮显老,容颜已不在,可是西式的观之林却貌美如花,像个洋娃娃一样, 比现在留意非还仙,惋惜的是西式观之林在感情上或私生活上过分纵容,不止成婚瓶沥腻折腾过好几回,还曾做过他人的情妇。 最近有网友扒出早前观之林做客某节目时的录像,录像中观之林谈及西十岁几乎三观,坦言甘愿做他人情妇,还思念那段光音。 最近有网友扒出了一段早前观之林做客今夜不设房的录像,录像中观之林被问会不会甘愿做他人的情妇, 观之林坦言我什么都是过了,成婚毗离都是过了,有女友的男仔我是过,成婚的男朋友我也是过, 就生小孩没事过,我是想做就会做,没思索那么多工具,我会顾忌到对方太太会怎样想,可是我十分爱护保重那段光音。 看到观之林这个采访后,网友们纷繁留言暗示怎样也没想到西十,曾获完满女性讲的观之林会说出这类话,几乎是三观, 也有网友暗示以为观之林空有一副好皮肤,人长的美丽,可是没外言,不外也有网友暗示浏览观之林很安然,本人以为OK就行,不在乎他人的观点。 小编以为,小编以为不论观之林从前做过什么,他既然能在节目中说出这类话也是为守卫卫,单从性情上很浏览他,可是在卫人上则不敢阿语。 不知道对此你做何观点了? 观之林诞生于演艺家庭,父亲关山籍贯辽宁沈阳,是香港1950年代及1960年代著名电影,电视演员,母亲是香港长城电影公司的著名女演员张冰茜,另有一个弟弟。 观之林曾经就读九龙圣德雷萨英文学校,玛丽诺修院学校,德雅中学。 因为父母都是电影工作者,1981年,观之林中学毕业后加入力的电视成为议员,首部电视剧作品是甜甜干四位,同剧中男主角有张国荣,钟保罗,莫少聪及蔡震川等。 1982年,观之林参与首部电影《再见江湖》的演出,获得一致好评,之后便开始了她的演艺历程。 1990年代已与李连杰合作的《黄飞红》系列中的十三一一角走红于陆港台三地,亦被评价为香港电影史上最经典的女性角色之一,同时也与成龙、刘德华等巨星有过多次合作。 2005年后逐渐淡出演艺圈但同时运用人脉积极投入房地产,2007年赤资1.13亿港元购入位于南湾道面对香港潜水湾的The Nautilus独立豪宅,2010年房价已经上涨一倍,它另还有四处豪宅,估计只超过5亿港元。 2010年房价值林宣布西影,并且将重心转入更多的慈善工艺活动中。她也喜欢收藏手表。 310年房价值林宣布西影 并且其他 subtの慈善工艺活动中。